中文轉播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來英雄聯盟LCS 中文轉播 歐洲我們現在EU總決賽最後一場啦 這一場一定是最後一場 為什麼?因為兩邊都各打兩場 對 2比2壓力好大 UOL跟Fnatic 主播賽評的壓力開始很大 為什麼我們兩個要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喉嚨回去可能不飽 完了完了 明天賣卡貝還有那個 要防衛AHQ 我在想明天到頭講不出話來怎麼辦 好險好險我休假 等一下就是最後一場的 就像你說的 這邊因為剛剛其實已經可以看出來 UOL的選角已經有 假如我是Fnatic的那個教練 我現在可能在想說 不拿卡薩丁都贏 好 接下來不要選卡薩丁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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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因為沒有辦法發育到後期嗎 兩場都是沒有辦法發育到後期 就是這個版本改到5.5 開始有餘禁 到現在5.7 然後他們打的版本是5.6 然後AUTOBAN 維克特 這幾個版本呢 他們的前期的壓力太大 基本上坦克的肥肚子 然後一起來的話 他們就會繼續往前碾壓 因為他沒有什麼好害怕 比如說像上一場的冒凱 他就能夠坦住對手 吉英克斯的傷害 然後從頭到尾打到底 你看到吉英克斯 都多麼的努力 像左點右點的拋飛 多麼的努力 左邊一隻豬又變一棵樹 就是多麼的努力打不掉的時候 就是身為職業選手 他們就會知道說這個情況 我的坦克能夠衝到最前排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做這樣的事情 把它點掉 把兵營點掉 然後給對手壓力 讓遊戲時間在40分鐘 在5還不會死掉之前結束 所以卡拉丁這種選角可能要在 你可能要在20分鐘的時候 就要拿到三顆頭 你可能要在20分鐘 前期雪球滾快一點 對你要滾很快很快 但是這個事情不是很容易發生 我了解 比如說上路一個冒凱打龍女的時候 你卡拉丁去上路 他可能也只是 哈囉哈囉 虛空行走一回 哈囉哈囉 然後冒凱就會看著他 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呃 沒事我走了 沒事的話借過好嗎 我要清兵 就也是殺不太掉 然後你去下路的時候 對面Support也是會擦眼 所以要滾起雪球在這一個版本裡面 卡拉丁這個選角可能會有點 有點不吃香 比較困難一點 對不吃香啦 好沒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我們最後一場比賽啦 到Ban Peak 我猜一樣 哈果然 你是不是有偷看 我哪有偷看 他們已經連續四場都這樣子ban了 他們沒有創意 因為Ban腳目前看起來 UOL有拿回兩場 他應該是不會太擔心 就覺得這樣子ban好像也沒什麼大問題 我覺得Fanetic這邊拿到的優勢比較多 因為他在 他這一次看起來 他是只要不選卡拉丁他就會贏嘛 所以他 比如說他在對線上面的壓力 跟其他的選角上面是比起UOL來得有優勢的 而且在 這一次Fanetic是藍幫 所以 藍幫他先選下了UOL 又搶了希維爾 對 他先選下了UOL很喜歡很喜歡的這個希維爾以後呢 其實在 選角這邊其實給了UOL很大的壓力 但是 假如這個UOL是個什麼 這個 HQ的話 現在可能就是選那個 烏爾加特加斯瓦尼 然後這裡他們就贏了 了解了解 很可惜的是UOL不會這樣選 就是他沒有這個角色 UOL這邊總算是搶了茂凱啦 選茂凱不錯 選茂凱不錯 可以說是一個 海型的選角啦 可是他的硬CC好像沒有這麼強 他的硬CC是比起就是 他的CC技是比較配合隊友才做得出來的 就是 比起像是那個 我們說到納蒂魯斯嘛 他R下去那個人就是B中 對 但是 假設是布朗姆的話 R下去那個人不是B一定被彈起來 那我打到那個被動也不是說那個人就一定會被暈 還要運一個四下之類的 對對對 比較麻煩 以CC技來說的話 你們兩個都有同樣的東西就是緩速 當那個人淋淋很近的時候都可以緩速 那裡有一次緩速是必中 嗯 那 那個坦度的話 兩個人都有盾都可以坦住 那 布朗姆就比較偏向是保護隊友的類型 是 保護隊友的類型 對 這邊選到了露西恩AD剛好可以搭布朗姆 然後又拿到了史瓦尼 還不錯的組合喔 這是什麼 露西恩AD配布朗姆 這是什麼幾百年前的 剛出來 太久了吧 心腳剛出來的時候大家都這樣玩啊 但現在選擇的角色其實有點太過時了 這個角色在對線上面的優勢沒有來的像是 西維爾配上什麼 瑟雷西之類的來的高 了解了解 那這邊看到的是 或是西維爾配上納蒂魯斯 選個納蒂魯斯剛剛好 左邊這個陣容只要選個納蒂魯斯應該是贏店 那Jungle是 酒桶 上路藍寶 中路阿里 哇 有點猛 藍寶在這個peak來說是非常非常好的存在 因為我們在大概5.3版本的時候 打了一個世界賽 是 然後 欸不對在更前面的時候打過一個世界賽 然後打過IEM等等的這種比賽 都看得出來說藍寶的角色其實很 Counter這個冒凱 對 到了S5 到了S5以後這件事情並沒有改變 藍寶其實是Counter冒凱的存在 所以在打起來的時候其實 就是藍寶在打冒凱是有個絕對優勢的說 你可以確保上路線是贏了以後 藍寶的角色對AD的壓力又很重 嗯 到了這個版本也是一樣不便 就是藍寶在 假如對手是選冒凱的時候你選藍寶 然後你會玩的話 其實這個選角的 策略來說是很好的 但有一些缺點就是說現在的坦克太多 所以你要越過坦克這個前排 再去切後排 對 所以假設布朗姆這邊改成那個納蒂魯斯的話 可能這個藍寶就會打得非常痛 太好險了他是選布朗姆 選布朗姆 對 那藍寶可能就要在前期他出了這個 小偷面具 優惠面具以後他要再往這個 李安土折磨出上去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先想一下說 是不是該先把金人給出出來 才能夠把金人出出來的話 能夠帶給 不然那個 路線的壓力就會變得很重 是那這邊 尤尼桶這邊中路是選擇了奧利安娜 這邊拿球女出來應對阿黎 喔 球女打阿黎 球女打阿黎的話 其實阿黎是有優勢的 那兩邊對打的時候其實 是通常是不會發生太大的結果 就是除非有一方有太大的失誤 比如說被魅惑到 或是被球女的那個大絕丟到之類的 不然基本上中路就不會發生太大的問題 那就看兩邊的Jungle 因為都很強勢 一邊是九頭 一邊是施瓦尼 其實在Gank上面來說的話都還不錯 對打起來的時候 兩邊也是有來有往 看誰的血量OK 所以重點應該可以擺在他們的上路 誰滾的優勢多 以及他們的Jungle 誰帶的優勢多 這應該是這一場的重點 OK 那我們比賽 接下來就準備開始啦 最後一場 究竟誰會拿到歐洲區的冠軍 喔 他最後還是選布那個納利魯斯 那這個陣容 Prentic應該是有著 大概7-3胎的優勢 7-3胎的優勢 因為現在的藍幫這邊有著 CC技師比子方還要多很多的 首先納利魯斯自己戰四招 然後再來就是 九頭他的切開陣容的這個特性在 九頭也是全身都是CC啊 對 所以球女其實在打這個陣容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痛苦 就是他很有可能 因為他們有淘寶技能 他不像那個洛西燕一樣有一個位移的技能 對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被納利魯斯硬開 今天納利魯斯硬開的時候 然後你大決丟下去的時候 我快中到的時候 我藍寶在下大決 基本上球女就是先損半條血 不會說必死但他一定損半條血 就是變得不健康了 對 他可能就會先損半條血以後 他的隊友又救不到他 這裡會戰打起來的時候 其實UOL應該會有一些劣勢在 而且他們的陣容優勢 前期會略輸一點 因為我們做過就是那個 西威爾加納利魯斯在下路 能夠拿到優勢太大了 所以他們 他們能夠拿到優勢太大 所以他可以說是下路贏線 上路贏線 就是藍寶打冒開 但是這裡比較特別的是因為 你也知道下路會贏線 上路會贏線 所以他可能不會走直陣EU開局 好 那我們這邊看一下 果然 UOL這邊是選擇做了逆EU換線的處理 然後Fanatic是一個正常 正常的對線 那這邊對有傳送的角色來說 要換回去下路應該算輕鬆啦 那冒凱在稱那個 逆EU的線來說 他是還蠻強勢的 因為他可以先上到兩等 比起兩寶來說是輕鬆的左面 輕鬆很多 藍寶沒有辦法先上兩等 然後很痛苦 藍寶 他的火焰打在小兵燈上 是會有一半的減傷的 就是他的火焰 本來可能打70 打在小兵燈上就變成什麼 35之類的 打在小兵燈上 他都沒有辦法先升到兩等 這邊UOL也要先衝等 也就是說 先吃個雙十 所以在上下線來說 他的等級都是Invenetic的 有 那這邊看一下 這邊已經確定 對面已經知道 UOL這邊是做了一個換線的處理 雖然知道這個換線的處理 可是你要再把這個兵線給拉回來 或是要把兵線換回去 只是會有些困難 第一個人頭是落在UOL的身上 我現在好兇啊 那這裡Invenetic一定要趕快做決定 就是他現在就有決定說 他要吃龍還是推塔 他一定要趕快選 因為人家用掉了傳送 而且雙人在上路的時候 沒有辦法馬上過來支援這個塔 或是這條龍 我覺得這裡選擇吃龍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他現在看到雙人線 又在上路推薦 他把龍吃掉 再來推這座塔是輕鬆的 對 這個位置吃龍不錯 而且藍寶這時候 就不要回去上路了 你該去下路開始陪著 就是現在這個組合應該是 放上塔嗎這樣 放掉第一座上塔 然後你的雙人線配合江狗 把第一條龍吃掉以後 藍寶去下路補線 藍寶把下路補線以後 這個兵線會推回來 酒桶跟這個西維爾這邊吃完龍以後 回去上路守餓他 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變成說 他是挽回這個局勢 但現在他沒有這樣做的話 變成說藍寶現在還是吃不到經驗 下塔也不一定推得掉 龍也沒拿到 哇 真的 他成績還是一等 直接被榮耀在外面 粉底底這邊的選擇 有點 判斷 判斷有點錯誤 就是他沒有選擇要 救回這個局勢喔 娜蒂魯斯這邊硬勢勾了一下 但是被一掉了 你看現在娜蒂魯斯回來的要上路 但是這邊的話 並不是說藍寶真的撐得住 因為娜蒂魯斯會回來跟他吸經驗 只要娜蒂魯斯一走掉 你藍寶還是處於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所以娜蒂魯斯會一直陪著他吃經驗 這就代表說藍寶經驗會分擔給下路 下路是 就是他的經驗被掠奪走了 反而這時候 茂魯斯跟史瓦尼回來下路 他守住了 整一波 整波的對打來說的話 那UOL沒有掉龍 換到上塔的血量 然後把藍寶的血量壓到 藍寶的經濟壓到很低 交了奧利安娜的閃現 迷出閃現了 Fanetic在這邊沒有選擇去應對 我覺得在逆EU的處理上面 Fanetic是 沒有仔細思考對不對 我覺得是 玩的場數可能不夠多 就是他們沒有應對到太多次逆EU 該怎麼樣去做處理 處理能力不夠 九頭剛剛交了一個閃現 可是是沒有對阿里安娜招紅太大的傷害 觸換閃現嗎 還好 觸換閃現的話就還好 沒有阿里安娜招紅 前面那一波交 那就是九頭這邊沒有交紅 小費喔 不太行 不太行 我覺得UOL在這邊的處理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看一下 兩邊CS數 阿里斯領先 球女將近十幾隻左右 那AD的部分 九頭有過來亂鋪嗎 對對對 九頭剛剛過來兩次了 但是以經驗跟經濟上來看的話 UOL在這一波的換線 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在這一波的換線 靠著Fanetic的熱情相送 所以他拿到了將近10%的經濟差距 跟可能兩三等的經驗 我覺得這裡 假如是LNS的隊伍來打的話 處理可能都會比較好 說老實話 就是LNS的 不管是AHQ阿 閃電狼阿 TPA HKES這邊的換線 可能都會處理的 處理的比較細緻一些 現在我開始 就是不是很擔心說 就是NSI的狀況阿 因為NSI 我們應該要拿到一些 比較強 比較高的分數了啦 了解了解 我逆U很重要 逆U就是這遊戲 你要會應對 因為你開局就是兩三種玩法 對 就是每一種玩法 你都要會應對的時候 你才成為職業隊嘛 OK 那地魯斯跟九筒這邊 是要往中路靠近 那這邊沒有 沒有成功的做更進一步的攻擊 那史瓦尼是在上路部分 藍寶推線推優點的時候 史瓦尼有沒有想要去BANK的意圖呢 來 經濟雖然看起來有持平的追回 但實際上是因為 上路的兵線被推進去 下路的兵線被推進去 他們只是還沒有把兵給清掉而已 在這一邊 喔 這邊眼剛好掉了 眼睛剛好消掉 OK KISS 要發財了嗎 這邊藍寶 有 才是有點困 哇 這個閃現沒有硬撞 先直接撞上去了 有機會有機會有 這邊你應該要被帶走啦 藍寶沒有閃現 他在第一波都交過了 好 這邊加一個噴射火焰 傷害傷害 有 打鼓最後一下打出來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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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斯瓦尼斯 拿到了我們藍寶的人頭 目前 能力對向UOL的人頭數是落後兩顆 經濟是這裡 UOL領先1K 那現在這邊又拿到上塔 這一次就是名符 其實把上塔的小兵給DNA掉 再加上把上塔給 好像他們沒有選擇拔掉 那只是DNA掉 又B掉藍寶的傳送 哇 UOL也太賺了吧 真的是賺反發財了發財了 他沒有DNA掉整波 他大概DNA掉三到四隻 但是他B掉了藍寶的傳送 有時候現在冒凱可以回到上路 雙方都沒有閃現 藍寶閃現是快要 欸 好了 好了 剛好 所以雙方看起來的時候 藍寶是等級 也沒有說贏冒凱很多 但是他沒有傳送 有時候這一條龍 UOL是想拿就拿龍 想拿就拿 這裡的關鍵在於說 UOL能夠給對面多少壓力 兩種方式拿龍 就是把中路的血量逼得很低 把下路的血量逼得很低 只要其中一邊逼得很低以後 就可以去開龍 龍就直接輕鬆拿 了解 這就是 藍寶才5等 這什麼 藍寶才5等 你一個驚訝 不是 我說藍寶才5等 他走過來是要幹嘛 哇 他插眼 OK 好啦 這個選擇還不錯 他是有來 我以為他是要來 Gank弄弄或什麼之類的 他選擇插眼插在這個地方的話 變成說他在 這一個區塊 他可以先不用擔心地 好 這邊要開小龍了 果然 UOL是直接開小龍 但他沒有B掉對面的血量壓力 有時候對面只要知道的話 其實九頭也在附近喔 對面開始有要過來囉 阿里感覺到 阿里這邊有靠近 Potentic這一個會戰會成為關鍵 對 在這邊吃很快 阿里被拼了一個撤退燈 說你不要過去啊 那邊沒人 順便有吃掉一條小龍 靠著這個斯瓦尼的Gank 輕鬆免被拿了一條小龍 對 輕輕鬆鬆欸 連小龍戰都不用打 阿里在換線的處理上 跟這個 支援的配置上是比起 對手來的優勢很多 唉唷 被嚐掉了 抽了一個聚會你喔 他剛可以按Q 他沒有按 還在省魔力 剛剛那個球女還有Q沒有按 好 那這邊回到線上來看喔 藍寶這邊已經是六等了 雙方鬆都只有我等 那在對打上面的時候 茂凱會有一些劣勢 但是茂凱 因為前期藍寶被鑄很兇的關係 茂凱是可以選擇不跟他打的 OK 藍寶先上氣蛋了 怎麼又變成一個資源蛋 茂凱會打輸 茂凱會打輸這個藍寶是有原因的 因為藍寶基本傷害很高 藍寶的那個 我記得他吃AP是吃1.0 然後他的那個過熱以後呢 他的傷害又會乘以1.5倍 所以他AP等於是吃1.5 他的Q可以燒個什麼700的傷害都會被打 不奇怪 所以他的基本傷害很高 這也是為什麼藍寶不會撐AP 是選擇去撐那個 窩穿 喔 這邊直接大絕捲了阿里 可是這邊吃了兩段式的幻影 交一個點藍 簡單好險 還有KIKIS 這邊直接大絕 大家後面算他 可是他看到 他看到九筒過來 九筒就要直接藍寶在那邊 大絕 可憐的KIKIS 要被 可是我也 這邊是被 這邊是被九筒給帶走了 哇 這邊過去是沒有看到九筒 在槽裡面蹲點阿 因為我有兩個點沒打好 一來是他把下路 給無緣無故的送給對手 因為他其實有路西恩跟布朗姆 他們其實是可以守住 那第二個點就是他們上路那一波 我不認為茂凱加這個史瓦尼可以硬殺掉藍寶 你假如從藍寶的後面出現 這還有機會 你怎麼兩個都會從藍寶的後面出現的話 你們兩個都從藍寶的前面出現的話 這沒有機會 大絕一下去 因為藍寶可以用大絕加高壓電 魚叉去緩速你們 這個緩速很高 這緩速可能會緩個70%左右 你們兩個都追不上他 所以你要硬開的話 你一定要有人繞到他後面去阻止他進攻 去緩到對手 但他這裡都沒有做到 反正是這個茂凱跟不到啊 然後史瓦尼太前面了 又被九頭追殺 又被九頭反蹲 是是是 有點虧 這裡太急了喔 拿到優勢後必須要穩住 對那現在這邊兩隊的經濟 是有點持平的情況喔 好這邊史瓦尼在中路一個蹲點 但是是被看到了 那就從這邊要往上走 這邊 喔 KIKIS 喔 菲比本 菲比本想要去支援嗎 其實視野的部分看起來是 UOL在上半部 UOL很想要幫上半部 但 說老實話幫一個必輸的線 不是那麼好 就像你剛剛說的 一個1.5的感覺 就是今天就算正面對打的話 五方的雙人 雙人打 上路雙人也會輸啦 就算是少一點傷害 PT這個的話去幫助下路可能比較好 就是KIKIS去幫中路或幫下路 大家這邊還是選擇 蹲在三角裡面 火湖你要回家啦 而且有優勢的這一方 通常會有很大量的優勢 比如說中路你有優勢 你會幹嘛 在直草插紅眼 然後讓對手沒有辦法過來拆 我插了紅眼 你要過來拆 你就師兵要跟我打起來 我有優勢 我怎麼能打得住你 那對上路來講也一樣 他在草叢那邊插個紅眼 然後這邊接一個大絕 哇 神反應啊 真的假的 直接一個飛仙 你 還有眼睛嗎 你那邊有眼嗎 沒有眼那邊沒有眼 我確定那邊是沒有視野的 哇塞 我就覺得碰邊涼涼的 他的反應真的很快 就是 他有知道史瓦尼從上路經過嗎 史瓦尼是不是有露線給那個 你就是在那隻紅眼嗎 我這邊是沒有注意到 我只知道他在中路蹲點的時候 那時候確定視野是黑的 我知道史瓦尼待會丟出去會先看到 但是 並不是每個人看到後 都可以反應的過來 他這邊真的是 哇好強 強強強強強強 會 會飛 會飛 好這邊一樣是 繼續虐殺著河蟹 河蟹其實很賺 河蟹雖然很硬 但是他其實價值50多塊 對 一隻眼睛的效果 那這邊再次的 這邊再次沒有滾出優勢 慢慢的經濟已經拉回來了 對 1分30秒之後 小龍就要出了 Fanetic的這邊 應該要把握這條小龍吧 因為 這遊戲是一個 你今天 你每次花時間去做事情的時候 敵人都可以追回一些優勢 然後你沒有 你沒有真的做到些什麼事情的話 比如說 我假設這樣吃完 你剛剛做的事情 他過去R了一個空R 代表說他這一次 兩分鐘是沒有辦法再做通往的事情 他沒有辦法帶給中路的壓力 有時候中路會變得很兇 他會多吃到一些兵 對面的江狗在你Gank的這段時間 120秒鐘他可以多吃到一些兵 所以經濟會慢慢的拉回來 了解了解 對 就是你要做一個CP值高一點的事啊 那他現在就是 他一直把動心放在上路 然後現在這邊 他這邊想要帶嗎 藍寶 我覺得藍寶這裡做得很不錯 就是他被駐了這麼多次 死了兩次 他還是能夠撐住 對我覺得這邊可能是UOL要處理的一個 要處理一塊 就是他在給了藍寶兩顆頭的壓力了以後 他應該要選擇繼續逆EU 因為他沒有龍可以掉了 他拿掉那條龍以後 他應該要選擇讓 他下路也不怕兵線被推 他應該要換帽凱去下路 然後讓這個 露仙去上路打藍寶 然後讓布朗姆選擇遊走 這樣的話的處理應該會比較好 我這邊死亡妮直接撞上去 那裡我是 那裡我是 沒有上去這邊勾過去了 那這邊傳授下來了 唉呦 死亡妮這邊大絕再搭開 布朗姆大絕 九筒這邊是炸開了 暴凱硬來 暴凱硬來 暴凱這邊硬來沒錯 那希偉在後面持續輸出 哇 這邊大絕捲住了藍寶 藍寶很痛 藍寶這邊很痛 但是還是被 輕鬆 差一點點 現在血量都很慘 現在阿里可以做追擊 都玩到了 希偉一個九筒的Q 往前撞一下 最後一點傷害 希偉拿到DoubleQ Q 擋住 有擋住 阿里你這邊Q的到嗎 阿里的Q 他Q的到嗎 然後Q加速 這邊一個魅惑嗎 魅惑到了 這邊是打出了一個 一換四 粉絲這顆 這藍寶做得太好了 就是他們進去這邊 花了很多的血量 在打納地魯斯這一塊 納地魯斯太CC了 他的坦度跟他的CC量實在太高 拖到隊友都過來支援以後 秋筒一個很成功的大局 把敵人逼走以後 藍寶這裡真的做得很好 他雖然被大盜 但是他這個燒的傷害 以及他的魚叉 成功的把球女給收掉以後 這裡的關鍵在於說 這個阿里的追擊 阿里的追擊 以及秋筒的緩速 緩到敵人以後 這裡是成功的把隊友逼掉 而且還是叫做閃線 成功的把對手全部收割乾淨 沒錯 這時候不要準備開小龍 他就在這邊比起 可直接被勾到 那天我是大絕王 不要在藍寶這麼肥的時間打會戰阿 而且又是在這個地形 又是 就是這個時間點就是他們 UOL失誤的最大的地方 就是說 他沒有讓陸希恩去跟藍寶兌線 他沒有讓茂凱繼續肥起來 所以茂凱的經濟 是已經變得跟藍寶相同 或是藍寶更高了 了解 藍寶已經把金人給出出來了 就是剛剛說到的 金人他一定要先早點出 沒錯沒錯 我們在選角的時候 他有講過說他必須要跨過敵人 然後要坦住這些傷害 他要早點把金人給出出來 好那這邊 九筒在帶中路兵線 持續給中塔一點兵線上的壓力 忽你回來守上塔了 這個塔 有守住 就會賺很多 因為他又成功把兵線給帶出去 然後這個壓力也是化解掉 下路也同時在推 OK那這樣 目前可以看一下 經濟數還是沒有差太多 然後兩邊也都是各拿了一條龍 然後反正也多了一座塔 所以現在還沒有兩邊有明顯的優勢 只是阿里的盧登回音已經出來了 現在已經看得出來 就是藍方開始有優勢 因為球女在這一個版本裡面打起來的時候 他的sustent不夠 就是我們說他的耐久度不夠 他沒有辦法邊打邊回血之類的 他的持續輸出 他的持續輸出跟耐久度 是沒有阿里來得這麼高的 然後左邊的陣容在打會戰的時候有優勢 所以UOL現在開始要把經濟拉開 或是要追回來的話 應該要選擇開始做一些分推的方式 讓自己有優勢的線去跟敵人對打 但很可惜的是 他們現在沒有一線有優勢 沒有任何一線有優勢 所以對UOL來說 現在打起來應該綁球綁腳 所有的tempo應該都已經跑到Fanatic的腳下了 那我問一下 那現在UOL如果想要打出一個優勢的話 他們應該是要進行強開嗎 他們強開會比較強嗎 因為他應該要玩像前機場那種玩法 就是抓敵人的失誤 他一定要抓到敵人的失誤 然後去做這敵人的針對對打 就是他要靠著茂凱跟史瓦尼 但是他要越過就是 他最好要出現一個 人數差到兩個人的情況下才能打會戰 比如說3打1、4打2、5打3 這種局面他才打得起來 但是這種局面不太常看到 你少一個人就很勉強 少兩個人更是不可能遇到 那這邊Fanatic要轉上塔啦 所以這裡UOL開始應該是 我覺得UOL這邊要打回來 除非Fanatic有些失誤 很大的失誤 不然Fanatic這邊可能要在這一場 光是這裡就已經 差下一個旗子說他要贏了 這麼早就能看出端倪 藍寶跟九筒這邊已經來到太大的優勢 九筒現在太坦了 敵人沒有辦法輸出到他身上 然後球女現在的裝備又不是 因為他又不是出黑魔禁書 他的傷害不夠 所以他們很缺傷害 喔是是是 因為現在 茂凱跟史瓦尼都還 就是在偏向坦克型的方面去做 左邊的傷害比右邊來的高太多 然後會戰打起來的方式太簡單 所以才會說左邊這邊優勢很大 你了解 他要開戰很簡單 九筒一個E過去R就開戰 阿里一個R過去魅惑就開戰 然後那個那個 納迪伍斯直接R下去就開戰 西威爾一個R就開戰 對他們要開戰 左邊要開戰太簡單了 而且開戰起來的結果基本上都會是好的 只要你不跟他對打 那右邊要反打的手段太少 這邊太少了 這邊可能要先 下面Q過去再R一刻 還要再等球女的Q再一個R 那這邊清跟岩是被Kikis給看到 Kikis這邊不敢過去 這個就是一個反開的手段 反開手段要高 就是他雖然有布朗模的手段 來做反開 就是DCG 但是他沒有傷害 他的傷害太少 感覺他們剛會戰打得有點無力的感覺 我覺得選裝不好 選裝不好 就是 從雨的黑魔禁書沒有出出來 這件裝備 讓他們的會戰輸出至少下降了 10到20% 這麼多 不要說你鋪了個空 好 拔龍出來了 那小龍在1分50秒之後也要重生了 希望有機會可以開到精彩的龍戰啊 這邊應該是會開龍戰啊 尤其是在藍寶沒有鞋子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抓到失誤 這邊就要看說 子方要怎麼抓對手失誤 不然Fanatic這條龍應該是必打 尤其是在這一個現在布朗模在轉角這邊 對藍寶來說是一個很好開戰的地方 這邊可以知道了 這邊可以知道了 那我來看一下現在 喔 現在往左塔壓 陣地戰來說 U2L的陣地戰是比較強的 他可以在龍區的這一塊地方 跟人家打起來 畢竟還有球女跟斯瓦尼 布朗姆 但是他必須要小心的是 因為Fanatic的經濟現在是高他們一些些 而且在對打上面 敵人是有點滑溜的 只是不好抓 不好抓又很容易被反殺 因為你要抓到這個西維爾 基本上開啟大絕 他要跑就跑 別人還會幫他 藍寶幫他下個大絕啊 九筒媽媽下個大絕 大地武士幫他勾個啊 九筒幫他撞一下啊 所以以陣地戰來說 U2L一定是贏 但是這也是前提在Fanatic要做進攻 Fanatic要成為進攻方 往小龍靠近了 雙方都會想要成為防守方 在打龍這一塊 就是都會想搶掉這個陣地 打防守方的話是一定有優勢 好U2L這邊視野做得不錯 那就要看說 怎麼如何成為防守方 成為防守方有幾個方式 就是插眼 然後把兵線推出去 逼別人有壓力去守 嗯 把視野布起來 拆敵人的視野等等的 這幾種方式就是 你都做到的話當然最好 那你要做到其中幾種 你才有可能成為防守方 那現在U2L做到其中一種就是 把核線給收掉 把核線收掉的話 你就代表你有一個不滅的視野 這個視野是 對 就是小龍我一定是看得到的 我一定會看得到 而且還有加速的效果在 那這裡就要看說 Fanatic要做到 其他要拿幾點才可以把這裡 納為極右 那他現在選擇把兵線推出去的方式 這邊有想要開小龍的意圖嗎 比幾個這邊是往上走 有點分散被卡的開來 這邊可能要端看藍寶的傳送 開龍囉 U2L這邊開吃了 藍寶有驚人 他想從哪邊傳過來都可以 他已經傳送了 藍寶這邊已經傳下來了 他傳到另外一邊 哇好遠喔 他傳的地方有點遠 U2L這邊也意識到 也不敢離龍太近 這邊西偉爾加減點個中塔 你們一快開戰再叫我過去 西偉爾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講到 他可以給對手壓力 你對手一定不會想要掉中塔 所以對手會很急著要把龍給打掉 對 或是要來守中塔 那現在你只要一擊 大絕下去直接中三個 哇這個大絕 大絕傷害有點高 這裡陸仙人已經沒傷害了 陸仙人現在已經沒傷害了 沒錯 啊你直接直接上去 Q收掉了 陸仙人這邊 還躲掉了大絕 哇 這邊刷你往後丟了一個大絕 想要救隊友 可是來不及了 這邊只有自己一個人留下來 Fanatic在這一波又打出了一個靈幻式 哇話都還沒講完 他就開戰了 剛剛講到說 只要你一擊 你就會失誤 因為對手是單抓很強的角色 強開很強的角色 他會想要開戰 你打正地戰的時候 你不會希望你自己是被開戰 結果你才剛講完 對 他以後就打到最重要的人 就是他所有傷害打到最重要的人 你就會戰隊一定很難打 你陸仙只要閃電上去到那個窄口以後 他的傷害就等於0了 他不可能下來跟你用普攻對點 因為他一定會吃到傷害 對 哇在這邊Fanatic是拿到他們 看他這邊 你看他現在這邊很急 他想要做開戰 河系的消失 他沒有跑速加成效果的時候 全部人被彈起來 魅惑雖然沒有中 但所有傷害已經打在路西安身上 點燃也在 他已經沒有傷害以後 這裡關鍵就是阿黎閃電上來的時候 盧登輝一還躲掉了球女的大絕 他躲到球女的大絕是很關鍵的 就是敵人在 沒有被捲住 你可以看到敵人有多麼猖狂的逃跑 那個施瓦尼的大絕是逃到 已經確認自己逃跑走的時候 他才有時間把大絕往回丟 哇真的真的會躲會躲 KICKIS這邊想要去清個巴龍哥和線 但是有點危險 現在就變成說現在經過這一次的 經過這一次的會戰 他是打到一個零換四 還拿到剛剛我們說到的中塔 下塔是不是也拿掉了 下塔還 你說哪 下二塔 下二塔好像還沒喔 OK 所以他是拿掉了中塔 所以在這邊經濟差距是拿了龍又拿中塔 而且還守住了幾乎所有的塔 現在塔數的差距是4比0 欸有啊下二塔被拿掉了 喔真的我看到了 4比0 因為我剛剛好像沒有注意到那邊 因為那是一隻眼睛 對 喔喔喔喔 了解被眼睛騙我 所以他是4比0的塔數 這也是很關鍵的說 他拿了會戰的優勢 他拿了兵線的優勢 塔數就是很明顯的兵線優勢的 一個觀念的點在 就是說 你有塔數的優勢 基本上你的兵線都是贏的 對對對 就是一定會比較路線 因為你的兵線會回推的比較快 你塔越在前面 你的兵線回推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他現在有兵線的優勢 會戰的優勢 強開的優勢 跟經濟的優勢 又要反打回來 只能等到對面出15囉 好 又要偷 專業偷欸 專業偷欸 阿沒偷到 沒有沒有 你這個小賊 對面有中擊嗎 對面好像幫中擊 中掉了 對對對 差點被偷到了一隻糾集 喔 這邊兩邊的人都是在 這個愛口這邊 感覺這幾場的 本地體股跟優勢 輸的點都在中路喔 喔 真的耶 選手的 操作跟選角的 判斷 嗯 角色尺啦 我們說我們應該找角色詞 你能夠使用的角色都 不屬於這個META或是 阿里還好 阿里還好 但他剛剛有選過卡薩丁 喔對 對 一個無力的卡薩丁 這種選角像球尼這個選角 就是不太屬於這個META 今天你就算再會玩這角色 你沒有帶給隊伍優勢 都是沒有用 帶給隊伍優勢最簡單的就是選一下OP角啦 我比腳帶優勢最簡單啦 看一下這邊 繼續一個親眼的動作 喔球隊這邊死貌似出來了 你也染上了這個英雄聯盟二席 什麼什麼的動作 英雄聯盟的 真的嗎 講話的癌症 我謝學謝賣阿 我聽你這樣講我就跟著這樣講 只是英雄聯盟說我主播在庭的二席 完了完了我才播第一場而已 這句話其實沒什麼意義含量 但是他還是會 我知道這邊做了一個噴射火焰的動作 這種其實沒有什麼含量在 就是把一句話填得很滿 對 把一句話填得很滿 口袋就口袋 什麼角色 走在一起就走在一起 什麼聯動 講得自己好像很專業一樣 我沒有 我只有說一個什麼的動作 這邊是做一個吃聚會鳥的動作 至少是講得出聚會鳥 我們還會講出什麼 吃鬼之類 BB鳥 還在講在以前 我會講四鬼啊 四鬼 都卸出了 對對對 這邊是親了巴龍的眼睛 Fanetic會很想要打那個野區會戰 有藍寶跟阿黎這種 還有西威爾 你仔細看他們的技能都是直線的掃 很適合在這種地形打 沒有人躲得過 畢竟這一場其實 兩邊 像是UAL也不會想要暗投降 他一定很想要打回來 這一場只要贏的話 會去5月7號到5月10號 那個佛羅里達州的NSI季中邀請賽 Mid Season Invitation 那個季中邀請賽 等於是世界冠軍賽 因為 這邊直接坐上去了 位置很好 藍寶要下大絕了 藍寶要下大絕了 大絕開在後面 直接中了三個了 阿黎的位置很好 他要追擊了 Helison這邊也死了 逼走了 Misic這邊往後方 這邊至少是換掉了一個 九筒的緩速又緩到 可是追擊有點太過困難 好 這邊是打了一波 一換三 這裡是阿黎有15 沒有 剛剛阿黎被球女的大 阿黎有閃現 他不該被球女的大 捲死 其實這個反應速度是 我們要求一個直接選手 比較嚴苛一點 就是他需要反應到的 他不該被球女的大絕大到 而且是他在 追擊單一目標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到的那顆球 但是他有可能是被冒牌綁住 真的有可能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好 等一下不知道 會不會有精采回顧 可以看一下 但是整體來講是 這裡 其實Fanetic其實沒有打得非常好 因為他藍寶的大絕 是下在左邊的直線上 在紅Muff的對面的直線上 他應該下在橫線上 在紅Muff上面的直線上 直接切開嗎 他假如下在那個橫線上的話 會逼著左邊這個直線的人 沒有辦法往右邊走 踩過去 對 他假如往那邊下的話 就是藍寶大絕有很多學問 一種是你要怎麼樣製造最大的傷害 二是你要怎麼切割戰場 三是你要怎麼樣去 逼對面沒有辦法走 收割的方式 一來是開戰 第一個我們講到的 最突出最大的傷害 就是開戰 二來切割戰場 這個是保證會戰勝利 三收割 就是我們說到的 就是你要怎麼逼人家不能撤退 這是藍寶的三種大絕用法 還有第四種就是空大 也是OK 但是 嘲諷用 對 空大就是 空大沒有什麼好講 就是空大 這邊是 這邊怎麼決定要 想要上 很想上西維爾嗎 不太好 這個線這邊上 像Fnatic應該都不太好 Renity Lewis的位置太好 真的被切開 路線直接交了大絕 他的傷害好低啊 加減抓個羊 龍出了 現在Fnatic現在龍出了的話 他有著上下路的兵線優勢 這一條龍兵 可以直接去吃 因為如果對面要來守的話 那你就是讓你的塔掉吧 對 而且現在是五個塔比零個塔 而且現在開始上下路的兵線壓力 會變得非常的重 因為他沒有二塔可以去做回推 他接下來推到的塔 都是冰銀塔 冰銀塔你不會希望他血量很低 因為你待會在守高地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到那個高地嘛 那個階梯上去的高地 你在守這個高地的時候 你會希望你的塔血量很夠 才不會被點掉 別人才不會瞬間製作的殘開 是 了解了 所以這個兵線的壓力 開始慢慢的沉重了起來 而且對面也拿到第三條龍了 西維爾的隊伍 直接跑速又開始加成啦 又拿到龍了 哇 又是有西維爾的隊伍 拿到第三條龍 這事件公不公平啊 好 反正你的這邊直接要開發龍 我是覺得 OK嗎 這時機 不好 因為阿里跟藍寶打巴龍都好弱 藍寶打巴龍就前面講過 他的Q雖然燒很痛 但是燒英雄很痛 打小兵打野怪那一點都不痛 然後西維爾是勉強可以 但是就是 你要注意說 這個陣容你要打的話 你要讓藍寶去坦傷害 對 因為被巴龍打的那一個人 會降低50%的傷害 打到巴龍怎麼知道 這邊直接一上去了 哇 冒凱人下得漂亮 冒凱這邊開啟反射漩渦 但是 秋冬一直追 這邊回綁了一下 球女給他立退休 這裡要想辦法撤退 因為下面打巴龍那兩個人 都沒有位移技能 他們都上不來 他們要繞一圈 但其實那個大絕 我覺得下得很漂亮 對 直接下在那條路上 你那個大絕下去以後 別人只有兩種選擇 一馬就閃現 二馬就 十停停的走過去 十一能走過去 你可能就會死 對啊 好 那這邊看一下 剛剛是沒有 好險沒發生什麼 太大的人員傷亡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 人頭數越差越多 然後我覺得UOL 開始有精神患散的情況出現 就是他們的會戰打起來的時候 人都沒有聚在一起 無力 就是像剛剛在搶巴龍這一塊 他們的上下兵線 其實已經有推出去 也就是說不需要 再浪費人力去其他線 對 他們剛剛組合分有點開 對 只要你兵線推出去的情況 你的隊伍盡量都要站在一起 嗯 比如說你要吃藍BUFF的時候 你最好是 其他人要靠在中路附近 你要吃中路BUFF的時候 最好也靠在中路附近 你要看巴龍的時候 最好是五個人都在附近 有辦法去支援到 那剛剛就很明顯 UOL的 UOL是在紫方 到底他撤退的時候 他的支援要比藍方來得快 但沒有講到藍方 反而先跟到 從巴龍RUN上來這段時間 居然比UOL的支援速度還要快 沒錯 那這邊可以看到 FANATICS以非常強力的經濟領先過去 這邊是沒有Q到我們的KICKIS 把塔點掉吧 有巴龍的裝 有巴龍的那個BUFF 快點B塔 把這個 照理來講有巴龍BUFF 你一定會先把這個三座塔 給點掉外塔 那現在只剩下一座中塔 對手應該是不太可能守這座塔 有巴龍BUFF打這座塔 太簡單了 輕輕鬆鬆就點掉 你沒有辦法守 這個 這一個路線 這一個地方打起來的時候 有1 2 3 4 5 6 就是上下 全部加起來有6個洞 可以去做追擊對打 再對UOL來打的話 還不如打這裡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洞 對UOL來講有三個洞可以選 因為他旁邊 這邊大拳之間變得三個再搭配球 也太可怕了 冒凱這邊開箱 是要往後要綁住 但是路肩的血量不夠了 對 路肩的血量不夠了 可是CVL這邊躲開了 那這邊 藍寶這邊開了 路肩的血量 有點危險 冒凱這邊也被帶走了 OK 這也就是經濟差距不夠 因為我們說到為什麼要打高地塔 就是因為對UOL來講 這裡有三個路線可以去做進攻 但對Fnantic來講 他只有一個路線可以做進攻 所以他會想要打高地戰 但是這裡你可以看到是Fnantic被先開戰 而且這開戰UOL真的下得很漂亮 但經濟差距太大 導致那個 傷害 你看這個大拳有冰到三個人 球女也瞬間大了四個人進去以後 路肩的傷害有出來 阿黎瞬間被死掉以後 但是你仔細看路肩 吃到太多的那個藍寶的大拳傷害 沒辦法進場 他沒有辦法進場 這個藍寶大拳讓他繞了一整圈 好不容易進場的時候 藍寶又再燒火焰過來 逼著路肩再開個驚人 哇 這裡就是 路肩完全被藍寶Counter的一個點 上路太肥了 好 其實在旁邊走來走去 完全不能進場 整張人進場的時候隊友都快死光了 對 已經死光了 然後很絕望就是 打起來的時候已經死光了 這個是經濟差距啊 藍寶的經濟已經太肥了 哇 這裡被抓 喔 這裡阿黎魅惑嗎 沒有 這裡沒有做一個魅惑動作 我又講了一個魅惑動作 這裡 學女的壞習慣 學女的壞習慣 學女開啟大絕 可以追 冒牌翻訪是炫溫剛被捉 被拉開戰局喔 戰局被切割了 這邊史瓦尼一個神大冰柱的四個人 藍寶這時候從後面閃閃來遲 大絕嚇得很漂亮 路肩會死 很痛 這邊不是火焰收掉他了 不然也被捉掉了 小心史瓦尼亞 這邊球女做了一個大絕想要 史瓦尼亞四人 爭就 藍寶這邊一個Double Kill 虎女真的是上路高手啊 他就是歐洲上路帝王 真的真的 Carry型上路 抗壓性超高 被鑄爆了還是猛 這裡要一波結束 因為我覺得U2L在前期的 Fanatic跟U2L在前期 做逆U的這個打算是夠好 我要硬開是不是 我就 哇 有必要這樣子嗎 絕望絕望 其實也是不錯啦 因為他把他殺掉的時候 也確保說這個鑄寶是必點掉 好 那這裡就恭喜 這邊來看一下忽尼的側臉頰 欸 有推掉嗎 還沒有 主堡還沒有推掉喔 快了快了快了 這邊畫面好小 搞得我好亂啊 喔有反打的機會 有嗎有嗎 喔這邊 露仙的血量又再掉了一半 嘴刀開過了 喔龍耳頭盔加速 緩速到 擋住球筒的路 喔球筒 這邊應該是活不下來的 被露仙給擊殺掉 那也是成功的拉回來一局 我就覺得假如他剛剛不打那個 呃球女的話倒是贏啊 哈哈 就直接去打塔 沒有沒有 因為照理來講的話 那個 Fnatic應該知道說球女沒有大絕 他球女大絕剛剛在下路三角草叢這邊放過 雖然我們一直沒有注意到那一塊 但其實他是有放掉大絕的 所以這裡打掉主堡應該是有比較好的選項 但Fnatic這邊沒有這樣做 那 畢竟傷害其實差別有一點多了 我一看這邊能做的事情其實也有很多 那這邊開始就是你可以看到 UOL開始要慢慢的把這個烈士逼回來 他成功的利用這一個小會戰 也就是敵人送他們的一個小會戰 成功的把這裡開始有兵線推 哇這裡被魅惑到 這裡應該要死了 哇冒開這邊是直接被阿里給秀了一套 直接被魅惑到以後這裡你還要吃龍 這龍沒有用阿 第二條龍真的沒有用阿 第二條龍比起主堡哪個比較重要 你們現在只剩下主堡應該要直接回去守 就是你這條龍可以放給他們 讓對手有四龍的壓力 也不要讓對手有機會直接把你中打給秀掉 Fnatic現在在這邊直直的往中路走阿 你們的家廚房要小心阿 下路的兵 上路的兵現在在推 但這邊應該不是太大關鍵 UOL這邊應該是要 想辦法撐住這一塊 然後他還好他是 敵人沒有那麼衝動就直接衝進來阿 因為假如 你吃龍這一塊有被看到的話 我是Fnatic我應該會直接 不管小編硬衝主堡 或是硬衝直接 硬衝掉一座塔 上塔下塔都好 只要衝掉一座塔的話 你吃龍這一塊 可能會變成你的大致命實力 了解了解 但是還好時間有跟到 Fnatic UOL在這一塊是 搞不好是他做的 他時間算得很準的出品 整體來講 這一場應該 UOL大勢已去 大勢已去 就等Fnatic 找一個會戰 找一波會戰打起來 除非Fnatic 有很大失誤的話 UOL才有可能贏回來啦 那這裡就要看說 Fnatic 怎麼樣去 end掉這場遊戲 Fnatic Fnatic 在10秒 9秒 8秒後就要成真了 這邊會開啟一波 Fnatic UOL要打Fnatic Fn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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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剩主堡 你只剩主堡 所以你這邊是 會被直接拔掉了 Fn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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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座塔都被拔掉 只剩主堡了 Fnatic 對 就是看要開站 怎麼開 在野區的開站這裡 哇 球女生被看到喔 只要被看到的話 就很有可能會被開起來 這邊兩邊都站得有點散 看一下 兩邊要怎麼樣去 對 目前僵持中啊 一定是很僵持啊 兩邊都很想贏啊 這邊 竹女生被 竹女生被 但是旁邊路仙的位置 跟球女的位置沒有想像中好喔 被包起來 被包起來 被夾進來了 藍寶在圈下來 納蒂魯斯在大絕直接開在球女身上 直接被藍寶給收掉 哇 這邊傷害非常高 Babieven這邊也沒辦法回頭做輸出了 要明萬五了 哇 最後回頭一個幻域帶走 他們被包起來 你有看到嗎 他整個彙蛋打起來都是 他知道說對手的ADAP的位置很差 球痛直接閃撞到他們 然後把這兩個ADAP切割開來 讓納蒂魯斯可以把大絕丟在這個球女身上 瞬間把球女給收掉 這一個包夾直接讓URL輸掉這一場 我覺得URL可能在前面的換線是贏Fnatic的 但是在換線後的處理 就是他們殺掉藍寶後的處理是不夠好 那我們也恭喜 就是Fnatic獲得了歐洲區的冠軍 零口算有點可惜 春季總決賽冠軍 對對對 90分的冠軍積分 讓他們基本上是到S5的決賽機會 是挺進了一大格啦 沒錯 沒錯 謝謝大哥 而且在季中邀請賽5月7日到5月10日的NSI邀請賽 也可以在我們那邊可以看到他們也機會跟HQ打起來 對 那我們就在這邊恭喜Fnatic獲得勝利啦 這是他們獎盃嗎 哇 這個獎盃好酷啊 好酷好酷 那獎盃是一個 這獎盃上面是什麼 這獎盃好酷 哇 直接拿起來 哇 大歡呼 大歡呼 Fnatic 這獎盃看他的季中賽的表現怎麼樣 那個人是覺得說 Fnatic在換線上面跟選角的陣容 可能要再多跟進一點Meta 但是根據來講還是幾百URL啦 對 沒錯 這邊恭喜Fnatic 那大家我們等一下還有我們關鍵的 C9 Cloud Knight對上TSM 聽Solomid 是我們等一下的北美賽事啦 到底誰能夠挺進MSI 沒錯 北美邪教對上我們的C9 那稍後廣告回來 我們就要準備開始迎接北美的比賽囉 上次的下班 到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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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班 到下班 到下班